小月 等下加上我哥 你别乱说话 好 放心 那走吧 看里面灯亮了 进去看一下吧 好哥 你这有客人 没事没事 你又客人我们就先走了 那行 赶紧慢 赶紧慢走 赶紧慢走 坐 来 坐 你是不是打扰你工作了 我们俩一来 没有 都是自己的 今天咋咸了 吃这个 今天过来看看你 谢谢 看我咸了 你最近挺忙吗 我们哪个 说吧 没事没事 就是过来看看你 有啥事你说都行了 我发现你现在咋吞吞吐 你咋回事了 现在 我发现你小朋友 你都不如人家个小姑娘 今天过来的确有点小事 小事你说呀 小事说 就是你仓库 有没有闲着的呀 我有啥闲着 我那仓库住了闲着吗 我闲着没事了吗 我花钱住了闲着那仓库 不 请你别说了 小野窝说了这事 不是仓库的事吗 现在货没地方放是不是 对 那不是就这事 你说都完事了 你说呗 有啥难的呀 行 就是有闲的话 有闲的话就是 用一点 用多少 一两天平方就行 一两天够不够 够够够 够 够 如果是一切也行 你不是 你不是 现在 等 要不咱这样 咱坐一会儿 一会儿去担务 去担务看看 看你用多少 行 不行啊 行哥 你有啥事你说 知道吧 别吞吞吐吐 明白了没有 行行哥 你都给不住一个小姑娘 行 如果小野不过说 我根本都不着这种事 主要跟爷 别怪小姑娘 主要不想麻烦你太多 因为之前你帮的朋友很多 所以他真的不好意思 再给你招罪你这个手套 给你找麻烦 是这样啥 小野 就是啥朋友嘛 朋友你不是用的方便的时候 没事聊聊天 男主的时候你就用了嘛 朋友不是就这嘛 对不对 谁这一生没有个男主啊 是不是 你路上扛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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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扛的 都避免不了 有事了咱说 对不对 以后呢有啥事呢 你小疯不好意思说 你就给哥说 行 没啥事 不用客气 要不咱这样吧 走吧 咱去担务看看 行行 那走吧 那走 拿点这个小野 拿这个吃 这有啊 小野 嗯 你那个给安琪 发个位置 让他也过去 让他认在门 对对对 他还不知道窗户的 对对对 你才能过去 好吧 一会儿去楼梁窗户上的 行行行 安琪也到了 你过来一会儿了 我也刚到 怎么见识啊 这是安琪 这是我朋友 这是豪哥 豪哥好 你好 来走吧 走吧 走吧小野 走吧 哎哥 你他存这么多货啊 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走吧 哎对了 你拍这才打算在院 行 差不多 你别行什么差不多 够不够 那你这么多货怎么办啊 那你不用管了 有会儿我让张经理 整理一下就行了 够不够 够够够 应该够了 够了就行 那啥张经理 一会儿等把这个东西呢 你整理一下 要不够够了 好的 好的 从这 从到头吧 应该都差不多这 才应该都够了 好的 顺便呢 你走向那个微蓝 从那个房线上边的轮起来 好的 咱们去看 好的 行 那就这片了吧 行行行行 行 那你别忘了 赶紧你把这个片 你把整理做今天 下个块 行行 好 辛苦一下 那行 没啥事了那你先忙 好的 走吧 好 里面看看 好的好哥 走吧 这是好哥窗户这边规模的 我跟他们发货 整理都不整理 是的 OMB这间这么大窗户 他这只是其中的一层 楼下楼下三层 全部都是好哥的 走快点 往前面那个 好哥 走吧咱们快点 走吧 那咱这个是那个 发货的情况下 你直接在这发货 一会呢 我那个让张静哥 请你去接一下 行行行 那个安琪这对接的方面 还麻烦你了要 没问题 那行 那没啥事 咱现在去吧 行行行 走吧咱们 餐故事反正解决了 反正还有其他事没有 没有事了哥 没有了没有了 没有啥事说啥呀 不是不是 你们这干啥呢 有事说呗 没事 真的没事哥 没有了 没事了 你到底有事没有 没有没有 真的哥没事了 没事吧 没事哥 要真没事的话 我去旅班 给他们安排一下 今天晚上让他加老班 把你那块给盛出来 行哥 行行行 你们两个顺便转一下 行行行 行 你过来 你干嘛小姨 哥刚刚说 问你还有啥事没有 你为啥不说呀 咱 咱现在就是 找好的客户 到跟前来不合作了 要么 不知道都是啥问题 一个哥都这样 肯定有问题 我又找不到问题的所在 咱可以问问哥是啥情况吗 让哥出出主意吗 你咋想的小姨 我哥也是做久的呀 你咋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这不是着急想帮你忙吗 没有汤喝 我哥给我们一碗汤 难道说没有馒头吃 还要我哥给我一个馒头吗 我不是这叶子 小月我现在我都想说 你小安琪这个事情 我给你买个箱链 然后你在安琪那里显摆显摆 我没有 古到安琪给我送车 古到安琪我送钱 然后让我哥给我送 那个那个仓库 你到底是咋想的呀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没有捣鼓 你看你这话说的 小月 我感觉咱们两个三观 越来越不合了 越来越偏离了 我要是求这个求那个 我还不如给贝贝跪在那里 我让他把酒都给我收了呢 那你去给他跪下吧 你求他吧 我以后我的事情你别管了啊 我所有事情都别管了行不行 行 我不会再管你的事情了 好吧 我一下子会参与了 这是什么呢 小月怎么跑了 不用管他没事 不是你去追他呀 没事让他冷静冷静吧 然后我哥这边的事情 还没对接好呢 没有好过这边的事情 我跟他弄就可以了 你去追小月吧 没事让他冷静冷静 还有那个小龙说 我们削酒那个事情 不是前两天跟你说了吗 然后这个事情 你给他对接一下 行但是那些你你先去 没事没事不用管了让他冷静一下 等一下我得去找他 是啊